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肖战对决 这场比赛是限定草蹄精 其他两个角色随机 开场双方就拼草蹄精 战天城和肖成全一旦选到草蹄精 那个战力肯定是拉满的 火药味十足 闪身可以直接被抓 那么肖成全开启了一个 其实不敢接入大蛇体烧了 荒咬圣龙大蛇体烧了 开场打一发双火战天城如何反击 战天城生龙反击没有反到 对手快速 胜龙亲手也没有亲手起来 可见双方的防御意识都非常强 即便手速快 也抓不住破绽 战天在抓住破绽 其实吴斯凯硕铁大蛇体烧了 然后荒咬圣龙 眉睫圣龙跟了个亲手 然后继续板边打击 他想打连环套路 但是在这种高端级中 打连环套路 谈何容易 隐藏大招神辰 没脸好 没脸好 被肖成全就这样抓住了 前面看战天城下一个人 这才第一个回合 隐藏大招都搞出来了 第二个回合 看战天城的威斯 现在威斯空中抢招 哎 草帝圣龙取消 又接大蛇体了 不给战天城一点活的机会了吗 哇 光耀独咬 光耀躲气 尸数感距离不够 碩铁打飞 圣龙空了 这是要干嘛 空中屠杀 其实草帝圣就剩一点血了 也要用隐藏打击 战天城也被打击了 接着看肖春泉的离草 波草 波草的爆发力比震草要高一些 现在波草强快BC 威斯两点青腿 草筋压到背后 青腿攻击开BC 板边能不能再给他来一发隐藏 但是他需要找机会集下技了 现在气不足 哦 追击大蛇体 手这么快的嘛 都能慌了 哇 威斯开起了一波连撞操作 撞撞 中间还是断了 在这又撞 又撞飞了 撞起来开BC 空中想借空中屠杀 没有接起来 现在消失拳 反身位 踢一脚 青腿 下攻击七手 并没有打中断 耐热路 这个耐热路 我觉得战天城 他应该是没有想到的 太快了 突然大跳耐热路 很难的 接着看战天城的东胀 现在东胀 空中抢上一招 把东胀的泰拳 发挥到极致吗 可以 只要再给他个轻攻击 轻攻击在哪里 如果被草 差点被草 已经又连上一套 太危险了 你们来到 萧尘拳的夏二米 超黑的雷子夏二米 东胀开 打击头开BC 这局战天城 志在必得 胜了 打击头开BC 失误 失误之后 夏二米没有动 夏二米反应过来了 感觉萧尘拳 应该没有猜 没有想到 战天城会失误 现在战天城 又来上一套 那夏二米肯定是没了 乱舞泰拳 干掉 好 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局 这局是限定两个草剔精 其他一个角色随机 开场就凭草剔精 真假大战 这局是 因为有一个波草 有一个真草 反笑成全 青椒跌下盘 没有中 快速套到下盘 一盖子 一盖子 战天城开始了 奈老洛一个反手 一盖子 一盖子 接入大神 你给我上啊 后面 是要成全残血 残血以后 战天城继续打一个压制 但是跳丝压得太高 刚cd都来了 急了 肖成全他急了 一急就不行啊 现在看肖成全下一个角色 还很少见得肖成全能慌 第二个回合 肖成全的波草出马 好 战天城 一如既往的猛 一回片个招式 肖成全也开起来到第一棒进攻 总是喜欢中段 七手 前击中的一个赞 一个赞 板边开启一发 大神的给我上来 双滑 那么战天城起身 并没有进行一个闪身了 但肖成家并没有 因为他没有闪身 而停止压制 压制没有用 战天城也打了一趟 但是血量的话 战天城还处于一个劣势状态 战天城自己攻击过去 被骗头了 这个节奏比前后十五要快得多 其实挺吃手术的 下面来看战天城 他下二米 雷子下二米 雷子下二米 快速攻杀过去 哦 骗抓 又是一个骗抓 下面下二米 来上一团 这一腿没有打到 被草丁搞了一腿 哇 又开始双BC一个贼了 介入大蛇铁 这种失误 这种失误太少了吧 高端击中这种失误不应该啊 现在下二米 推上一套 开BC 超级雷电腿 KO 可惜了 修成年的机会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还被干掉了 接着看销唇拳下一个 卢卡尔 卢卡尔在这个版本中被削弱的太多了 伤害被削没了 好 下二米来一个BC 暗黑雷攻权 消掉了他60%的血量 我们 卢卡尔究竟能不能抓的机会 剪刀脚 然后青铁起身 青铁 青手 起手不了啊 只要防住老卢的下盘 感觉老卢也是无忌可施 没有办法 他现在连空卡赛波 开个地步 化个赛波 连续急速卡赛波 轻攻击两点 没想到这一局用卡赛波取得胜利 卡赛波在这里不属于大招了 在零尔里面 现在斩天城 压住了 还是被压住了 剪刀脚 搬越机 斩天城的血量 迅速下降 前面 斩天城 斩天城还手 赶紧缓击 反击啊 没有再反击了 好 比分现在来到了1比1 马上进到第三局 今天这场抢三 究竟是花落谁家 现在斩天城用了一套 对抗真槽 好 奈尔罗先压倒 然后青铁起身 奈尔罗压住 马上跑王的时候 突然又双胜龙 但是没有接触大舌铁 二销身权 像脱缰的野马 一直乱怼生龙 连上了 中间bc再来一个 重拳出击 板边接一发 大肾小辣 可以装火 荒咬生龙装火 在那场残血之后 能不能秀一发 隐藏大招 进行翻盘 我感觉有点难 这个是不是太难了 前面斩天城 清退2点3点 板边一个贼一个贼 他要翻盘了吗 好 森龙拢车 但是没有 没有动啊 萧春拳 隐藏神 隐藏无视 灵视这招 准确的来说 确实是灵视 接着看萧春拳 他的马力 现在马力 中招了 一个贼一个贼 暂天城杀爽了吗 今天要 接入大舌地板 不接 还是选择拢车 但是这个拢车 好像没有成功过 隐藏空 空了隐藏 你是不要中隐藏了 反边BC 隐藏 都喜欢用隐藏手底吗 萧春拳就剩下一个人了 也就是操踢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萧春拳这么慌 这次能不能连上 大舌地烧了 前两局很慌 这局倒是没有慌 随便看战天城的草铁金 先草铁金快速跳起来 压住先中断亲手 板边倾队压制 倾手两点 天天就在BC开了 大家不妨玩一下这个版本 只要被对手连住 就像吸铁石一样 没完没了 大舌地给他烧一发 现在萧春拳一点点血 战天城抢抢头 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二比 继续限制草铁金加随技 开场还是这么一个阵容 但是萧春拳换人了 换出了波草打头阵 对抗战天城的波草 对抗不了啊 我的亲 战天城继续开启他的暴力操作 笼着完事之后压住起身 跳起来没有用 跳地抢空 下巴攻击 轻的压制 就这么一个快节奏 萧春拳起 站不起来 跳也跳不起来 就是被连了 一个子 一个子 接入大舌地 给他一个烧啊 被压制的这么绝望 萧春拳下一局是不要爆发 前面看萧春拳的温尼莎 第二个回合走起 温尼莎也是 又被点BC了 一个人一个人 接入大舌地 给他一发 后面萧春拳残血 草铁金 草铁金利用进攻击封住位置 躲过对面的勾拳 闪到背后 开BC 前线中腿 又是刚才那一套 大舌地带走 圣龙拢车 圣龙大舌地 这是又要穿三了吗 这是 萧春拳就剩下一个人了 接着看他的草屠精 一不小心要穿三呢 穿三 好 这局萧春拳节奏也来了 但是还是破不了防 轻腿点上 开BC 有机会穿三 这局 先烧一发大舌地 因为中间蓄力了 烧了很多的血 前面战内的重要防守 萧春拳压住起身 前线中腿压 中段胜了去就开BC开了 I still there 轻腿 血量真的不多了 隐藏空 抢开BC 感觉萧春拳还想再抓一发隐藏 看到能不能成功 我差点被抓 轻腿点上 开BC 大舌地带走 没有穿三 不要被反三就好 这局 希望战内城后期可以稳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被反三 因为战内城的草屠精 先点一发轻腿 跳车 押住 前线中的BC 很快带走了 3比1结束战斗